馬車走在鵝卵時的街道上 宛如穿越時光隧道 回到童話般的古老國度 比利時的運河古城布魯日 有歐洲北方維尼斯的美名 名列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城市 小小的城市人口近十二萬 每年到訪的遊客卻高達八百萬人次 全球大解封的第一個夏季 觀光客棧具的街道和商店 遊河的共多拉船斑斑滿載 所到之處只見人頭流竄 居民苦不堪言 布魯日臨近比利時第二大港則布魯日 靠岸的郵輪遊客都會順道停泊 幾個小時 由於布魯日的住房數不足 遊客到此多半採取一日遊 來自歐美亞各大州的觀光人潮 落意不絕 頻頻造成亂象 同屬運河城市的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也面臨類似的窘境 超載的遊客數造成景點物價上揚和環境衝擊 再度引發過度旅遊的爭議 國際地方網站哈勒讀以居民和遊客比例為指標進行調查 二零二二年全球旅遊超載第一名的城市 是克羅埃西亞的杜布羅夫尼克 是美劇全力遊戲《冰與火之歌》的拍攝地 居民和遊客比為1比36 威尼斯和布魯日同列第二 居民和遊客的比例為1比21 阿姆斯特丹市議會7月跟隨巴塞隆納 威尼斯等城市的腳步 通過禁止遊輪靠岸的提案 以減少遊客的數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甚至建議將威尼斯 列為冰為世界遺產的名單 避免氣候變遷和過度旅遊 加速破壞城市的生態 要遏止過度旅遊 永續旅遊是積極的解放 越來越多國家已經有所共識 未來的旅遊應該兼顧地方的發展 和環境的存續 布魯日觀光部門啟動了五年一期的旅遊改造計畫 針對建築 歷史等主題 推出深度的旅遊 吸引不同的客層進駐 同時拉長觀光的時間 並且分散遊客來訪的季節 能否改變觀光客夏季出遊的旅遊習慣 還有待觀察 而住房數不足 是目前更棘手的問題 還有待跨部會協商尋求解套 公視新聞章數分編譯 我們聊天